HKG報推介為大家送上今日別題 香港研究協會在今日公布一份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民調 當中顯示有五成受訪市民 對政府在數年內密切是沒有信心的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和兩元乘車優惠計劃 分別有四成二和四成七的受訪者 贊成檢討計劃 至於不贊成檢討的 則是五兩成三和三成一 近年來兩元乘車優惠計劃引起社會討論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透露 上慣開支在2023、2024年度大約是40億元 比起2019、20年度的13億元 增加超過兩倍 話雖如此 當局仍然表示無意取消計劃 但會檢視可持續模式 不少的有息之士提出建議 包括兩元變成兩折 補貼封頂 好令政府對支出有所鼓量等等 亦有人將矛頭指向長車短搭 批評長者無私飄加 只要有車就乘搭 一美之求方便自己 不知不覺間 將長者描繪為財赤的罪人 但如果看回政府2022、23年度的數據 政府向交通營辦商發還的款額 大約是30億元 當中佔最多的專型巴士款額 是大約11.9億元 即是大約佔總額的三分之一 假設將長車短搭的額外開支估算是三分之一 即是撇除這項因素 專型巴士的款額仍然是佔7.9億元 那個年度的總開支仍然是要大約26億元 再仔細看數據 2018、19年度的發還款額是大約12億元 之後呈現上升的趨勢 大增幅溫和 去到2021、2022年度 款額就大約14億元 為何2022、23年度會暴增至30億元 原因相信涉及自2022年2月27日起 相關計劃擴展至60至64歲人士 半場香港人口老化 開始估計只會有增無減 面對千億財赤之下 就市民角度而言 一分一毫自然是顯得重要 但既然政府又要作出漸討 明顯是已經知道問題所在 有心作出應對之下 社會還有必要將長者趕成是包袱嗎 福利政策從來都是易放難收 但最重要的就是設計掀起分化 福利政策不只牽涉兩元乘車 還有關於其他弱勢基層的措施 財赤之下難道又要敵視他們嗎 對於兩元乘車計劃大家有甚麼看法 不妨留言分享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